为了要了解远距教学可行性 花县府跟全县186所国小进行同步测试 一共有1787位小学生同时参与课程 而远距教学虽然可在家方便学习 但部分学童比较喜欢到校实际接触的感觉 在学校上课好 因为那个可以跟那个同学互动 而且如果环境很吵的话 你会觉得别人的麦那个很吵 然后你会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 县府强调花莲是全国第一个率先实施 全县远距教学的县市 有关偏乡及弱势家庭的学生 家中是否缺乏上网设备问题 教育处表示经过普查 约有两成的孩子家中没有电脑或网络 已经调度平板电脑并准备500个手机网卡 给各校借给有需要的学生 目前初步的因应的方案是这样的 如果说个别班级平板的状况 那学校会利用学校既有的设备 来提供给的资源 那同时中华电信 还有一些民意的电信业者 也有提供4G的网络卡 给学生在家里没有网络的情况做使用 目前身兼网络中心工作的同栏国小校长表示 远距教学虽然属于新式的教学方法 但是善用非同步教学平台指引 也能以多元模式达到成效 有效的一个学习可能就是高程度的一个互动 那可能还有再加所谓的一个多元评量 任务就是一个评量 那还有所谓的线上的一个考试也是一种评量 那最后就是说考完试之后 那老师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的辅助之下 他可以最快的时间可以看到孩子的一个学习弱点 再来进行他的教学的一个调整 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学习 就是一个有效的学习 华县府强调经过实测 目前同步教学能力足以应付大规模停课的情况 而载具不足的问题 现阶段都可以及时调度 后续仍会掌握线内远距教学载具 以及网络是否缺乏的情况 影视新闻找网络华林市秀林采访报导 和医生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